哈喽 大家好 我是维哥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玩者能耀克隆战的游戏视频 然后这边是五个后翼 五个达摩 我方是后翼 其实后翼其实打起来也挺爽 但是我们开局的话 开局的话对我觉得可能还有点是感觉不想打的样子 因为这边毕竟是后翼是那种属于很脆皮的 达摩在印象中很露的 但实际效果看一下来 五个后翼一起射的话那种恐怖 连达摩也是比较害怕的 射速起来的话我现在是准备就给那个达摩 给后翼出那种射速装吧 就是专门出棍树装 射起来速度非常快 先出一双棍树的鞋子 然后又出一个莫斯 然后莫斯装可以出个 或者无尽战愣啊 然后气血之愣啊 再来个闪电子愣也没问题 一套下来都是加棍树的 然后我现在也出了个闪电子愣 鞋子 那个气血之愣可以后面加 因为那个这个莫斯只加10%的血实在是太少了点 然后第五套装备 我就准备选择了那个气血之愣 第六套装备可以出一个破甲 因为毕竟达摩比较漏 所以说出一个破甲 然后我这攻速出起来也是挺爽的 这边打到中期的时候 达摩确实有一波那种比较猖狂的这种感觉 就一下子把我们塔都推的差不多 我们一看 现在我们就剩高地塔 然后对方的塔我们只推了中路的两个塔 是吧还是比较比较欠缺的 说实话打起来也是比较艰难 跟这个达摩打不能跟他打近战 因为一大人给他打近战 特别是给他大招打打晕到那个墙角下面的话 基本很容易就会就给他秒死 所以说我们要跟他打的就是一个距离啊 走位 尽量把他拉出一个 拉出一个位置来 然后这边就是少射 射射射射射射就射赢了 这边就已经拿了 我这边一开局 前期也是人头拿的不多 都是拿一些助攻 毕竟这个 大家都是射手啊 射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射得准 这边就给他踢到墙角 还有这个时候他没有其他队友来支援 如果有其他队友来支援 我这边肯定是直接给他秒掉 这边大家应该是差不多 装备都已经出的差不多 因为这边还有已经差一几四几五几 刚才已经出到第五套装备了 就看到达摩冲过来 达摩一个人很危险 碰到我们四五个 然后大鸟一起不停的射他 如果是碰到弓本的话 我们这边可能后裔就不好打 弓本那个一技能 连我们的大鸟都能消掉 所以说不好打 达摩的话虽然他漏啊 但是只要打九的话 他也是受不了 我们跟他保持一定距离 有两个后裔和一个达摩 他肯定干不过 但如果说有两个后裔 打一个弓本的话 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都是射箭的 很容易技能就给他消掉 而这边是把那个达摩解决掉之后 这边又主宰啊暴君 他基本都是我们打的 这边有那些达摩主宰暴君 他不敢打 因为他怕打了之后 我们有一只什么大鸟 会进去飞过去 就直接把他抢掉 那就很尴尬 这边就抓紧时间 跟他保持一定 那个来一次团战 是吧 跟他保持距离 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然后不停的找个机会 射大鸟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的射的 不是很准 那这边有个队友 就剩一点点血 然后我们一群人 少射 在前面打着 这边我是射死了一个 但是没办法 碰到这个达摩 被他打到墙角晕了 晕了之后实在是扛不住了 怎么这么倒霉 所以说不敢跟他进战 打到后期 就让大家装备都起来的时候 还是不敢跟他进 我们攻速就算再快 也没有他那个 把你打晕的时候那种快 而且他伤害也很高 这边打的差不多了 这边就是一波 把他们打的也是挺惨 分数啊 比方也没有拉 拉太多差距 然后现在虽然说 就是前面已经打了很久 是吧 已经还就剩高地塔 但到现在我们的高地塔 也没有再有那个 就是被他攻破 攻破的现象 然后就一直往往破 现在他们倒是很倒霉 他们进攻又进不过来 是吧 攻不上来 虽然他们有小兵过来 我们也那个清兵速度 是非常快的 刷刷刷的一下就消灌了 如果说等到新后翼上线的话 是也应该也是也挺帅的啊 新后翼像说没有二斤的那种减速效果 但是加起速来 那个也是挺帅挺快啊 而且是那种剑射下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的那种剑射出来了 虽然没有减速效果 但是也可以自己加速 也还可以 加攻速 这边又是打主宰 打着打着 对方已经是扛不住了啊 这边已经差不多 已经决定胜负的时刻了 而主宰打完之后 对方已经死了四个大目 然后最后一波 强攻之后 差不多这局就这么结束了 好吧 那本期差不多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然后大家有没有经常玩这个克隆战 感觉哪一个克隆比较有意思呢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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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